李媛媛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年轻观众已经有些陌生,毕竟她走得太早了。 她是90年代的明星,演过很多不错的影视作品,像《围城》中的苏文丸,像《世界人生》中的董竹军。 2012年也就是她41岁那一年,在事业家庭双丰收时,香消玉允。 这背后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,同时又非常让人惋惜的故事。 她本可以不用走那么早的。 在她刚怀孕的时候呢,被查出宫颈癌晚期,作为一个母亲,在先保自己还是先保孩子的艰难选择中,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孩子。 演艺未坚持先生下孩子,延误了治病时间,她用厚重的母爱保住了孩子,自己却被病魔夺走了生命。 李媛媛去世后,丈夫杨成独自一人抚养儿子,没有再婚。 这段故事也让人无比动容。 如今整整20年过去了,李媛媛貌似生下的儿子,如今也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。 她又是怎么看自己母亲的呢? 丈夫杨成现状如何?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那些被尘封已久的往事。 李媛媛,196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,上面有个姐姐。 她的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,从小她耳蓉木染,很自然地爱上了表演。 李媛媛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,一边在母校教书,一边拍戏。 拍摄过《礼冰》、《密探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、《香港的故事》。 1990年,由千中书原著改编的《围城》电视剧播出大受欢迎。 其中一句,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,城外的人想冲进去,对婚姻也罢,职业也罢,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 一度成为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台词。 这部戏可谓是众星云集,陈道明、李丽萍、葛优。 李媛媛在他们当中的表演,仍然让人印象深刻。 出演其中的苏文婉,她是位嘉靖英时的才女,有博士爵位,表面清高知性,但性情冷漠,内心善渡。 苏文婉这个角色不好演,李媛媛把这个性格气质与自己相差甚远的角色演得恰到好处, 不仅受到导演黄鼠青的好评,也得到钱忠书本人的认可。 可以得到钱忠书的认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演男主角的陈道明也对李媛媛的评价相当高,说她是我合作过女演员中最有文化素养的一位, 也因为这部戏让李媛媛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女演员。 1995年,李媛媛因电影《天生胆小如获百花奖最佳女配》绝奖。 2000年,李媛媛出演了《世纪人生》里的董竹军。 当年给她所配角的有田海荣、黄毅、佟大为,足见当时她有多红。 李媛媛也借着这部剧获得了精英奖侍候。 2001年,她又凭借上海的早晨荣获精英奖最佳女配角奖。 李媛媛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,从来没有听说过耍大牌的消息,同行对她的评价很高。 事业上,李媛媛一直都顺风顺水,但她的感情生活就比较不顺利了。 李媛媛在出演话剧《安东尼与克里奥·佩特拉》时,结识了演员焦晃。 焦晃被誉为话剧王子。 她在舞台上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李媛媛。 而李媛媛年轻漂亮,也非常吸引焦晃。 可是焦晃比李媛媛大了二十多岁,而且有婚姻。 不过,她与妻子感情不合,两人长期分居。 这段恋情注定不被祝福。 李媛媛的父母坚决反对,李媛媛只好无奈放手。 之后,李媛媛有过两段婚姻。 第一任丈夫是她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柳国庆。 柳国庆是一个编剧,初相识识,情色调和。 他们一个写一个演,在艺术上有很多的探讨和共同话题, 所以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。 可是时间久了,他们之间曾经的共鸣, 竟然也成为他们感情的障碍。 比如,李媛媛有时会以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告诉柳国庆, 哪里写得不好,哪里不通顺。 这些提醒和探讨,在婚前柳国庆都很欣赏, 还直夸李媛媛不仅漂亮,而且有才华。 但是婚后柳国庆会不高兴地说, 就你懂,就你在行,是你懂写作,还是我懂写作, 是你在行,还是我在行,不要这么自以为是。 李媛媛说,我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提意见, 你如果觉得有道理呢,就采纳, 如果觉得没道理,就不采纳,为什么要生气呢? 柳国庆说,因为你伤了我的自尊心。 其实,李媛媛夫妻的问题也经常发生在同行夫妻身上, 姐先以为找个同行可以有更多的共同话题, 没有想到夫妻之间竟然也存在竞争和攀比。 两人的感情也在不断的争吵中被消磨, 李媛媛和丈夫最终选择了分开。 离婚后的李媛媛再不想找同行, 她决定找个圈外人,所谓距离产生美。 这时,她在一次活动中认识了富商杨成, 她也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 他们都很珍惜两人的缘分。 婚后两人非常幸福恩爱, 李媛媛曾说过, 有杨成在的地方才是我的家。 38岁时,李媛媛发现自己怀孕了。 当医生告诉她这个消息, 她和丈夫非常高兴, 他们中年得子, 格外珍视这个小生命。 考虑到李媛媛是高龄产妇, 丈夫让她暂停工作专心养胎, 就在他们沉浸于即将为人父母的喜悦中, 一个不幸正在悄悄地向他们走来。 在一次普通的例行检查中, 夫妻跟医生神色严峻地告诉李媛媛夫妻, 她患了宫颈癌, 而且是晚期。 当时李媛媛和丈夫就顿时栽入地狱。 当时李媛媛的第一个反应就是, 不可能, 一定是医生搞错了。 但事实证明, 医生没有错, 生活就是这么严苦。 还不等他们消化这个噩耗, 医生又告诉他们, 因为情况紧急, 李媛媛现在就必须做个选择。 医生直接给了两个建议, 第一, 先进行治疗, 但是孩子就保不住了。 可李媛媛治愈的可能性也只有50%, 之后再要孩子的可能性更低。 第二, 先把孩子生下来, 然后再接受治疗, 不过就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期, 李媛媛可能面临生命的威胁, 这可能是李媛媛夫妻此生面临的最艰难的生命抉择。 夫妻俩产生了不同的意见, 丈夫杨成选择先医治妻子, 保妻子的生命为主, 以后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。 但是李媛媛执意要先把孩子生下来, 她说如果自己没有治好, 宝宝也没有了, 那才是两败俱伤。 李媛媛的父母和朋友也都来劝她, 陈当明得知了李媛媛的情况, 也是劝她先把病治好, 孩子将来再要也不吃。 可是不管谁来劝说, 李媛媛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, 她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。 她说当我被医生告知怀孕的那一刻起, 我就已经是一位母亲了。 我这个年纪好不容易怀上宝宝已经非常幸运, 现在怎么可能为了自己的生命, 放弃我孩子的生命呢? 何况我的生命能不能救回来还且说呢? 还不如给丈夫留下一个念想, 将来让这个孩子好好地替我去感受世界, 去陪伴丈夫。 这厚重的母爱怎能不叫人动容。 李媛媛于2000年9月28日平安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这一年是龙年, 李媛媛给儿子起了个小名叫小龙子, 大名叫杨相, 然后开始积极地接受治疗。 接受化疗, 头发就一直在脱落, 李媛媛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 直接给自己剃了一个光头。 治病的过程中异常痛苦, 不断呕吐, 白血球跌到了最低点, 人虚弱到极点。 但他非常坚强, 他把录音机打开, 替那些豪迈的金哥给自己打气。 后来他还写过文章给他的影迷们报平安。 他这样写道, 我想告诉我所有的朋友, 请你们放心, 请别再为我担心。 我已经学过了怎样对待自己和对待疾病, 我会好好活下去的, 圆圆是不会垮的。 可见, 当时他战胜病母的信息还是很大的, 李媛媛说, 以前自己很脆弱, 很容易多愁善感, 但自从当上了母亲后, 他变得坚强了, 他希望自己可以陪伴儿子成长。 李媛媛曾这样说过, 我觉得这就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里所说的, 我觉得杨相一定是我生命的延续, 他还那么小, 他还不明白母亲的意义, 我还等着他叫我妈妈呢, 我想带他去看这美好的世界。 最终, 无奈天不从人缘, 无论他多么坚强, 求生的意愿多么顽强, 但他病情还是不断地在家中, 最后他已经站不起来了, 只能坐轮椅, 由丈夫推着。 丈夫放下手上的所有生意, 多大的买卖, 多重要的会议, 他统统退掉, 日夜陪伴在妻子身边, 强作笑脸, 给李圆圆打气。 在妻子生病的这两三年里, 杨诚对生命有了全新的理解。 以前他将财富成功看得比较重, 现在那些他看得重的东西对他毫无意义, 他只要妻子可以好好的活下来, 他只想守着妻子和他一起慢慢变老,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妻子用命换来的儿子。 可是上天连这一点愿望也不答应, 最后李圆圆对儿子和丈夫说, 谢谢上天让你们来到我的生命里, 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遇见, 可惜我不能陪伴你们了。 最后他叮嘱丈夫好好地把儿子抚养成人。 2002年10月20日, 李圆圆因病医治无效, 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, 年仅41岁, 让人无限惋惜。 杨诚痛失之爱, 她哭得撕心裂肺, 如此情深义切的美眷, 如今天人两隔, 人世无缘同道了。 杨诚最担心的就是以后如何向儿子解释这一切, 两岁的儿子没有机会认识自己那位深受大家喜欢的演员妈妈。 如今已经整整20年过去了, 那个李圆圆貌似拼命剩下的儿子小笼子, 现在都22岁了, 杨诚父子今天还好吗? 后来有记者采访过杨诚, 他一直没有栽婚, 妻子为孩子付出了生命的同时, 丈夫也没有辜负他。 杨诚说, 人生有一次刻骨铭心的挚爱就足够了, 他将所有对妻子的爱和思念都转化为对儿子的爱, 儿子在他的培养下成长为一个有担当, 有孝心有爱的大小伙, 他常常给小笼子讲妈妈的故事, 看妈妈的作品, 所以儿子对母亲并不陌生, 他说, 一想起妈妈冒死, 也要生下他的经历就很感动。 记者问, 如果用三个词形容自己的母亲, 你会用哪三个词呢? 杨诚不假思索地说, 美丽、坚强、伟大。 然后他说, 因为爸爸就是这么心柔妈妈的。 可见, 杨诚对李源源四海的深情。 今天是母亲节, 此文向天下所有的母亲致敬,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